大家好 我是于荣宽 今天跟同事聊天 可能因为他姐姐 刚出家不久 所以聊着聊着 他跟我聊起他姐夫的彩礼 他话里话外 都把彩礼的多少用来衡量他姐夫 对他姐的爱情有多少 看他一副理直气状又侃侃了谈的样子 我觉得很讽刺 因为他自己也是男人 这男人 何必为难男人呢是吧 我们身在这个物质世界 要提高物质生活 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用物质来衡量爱情 这太过简单粗暴了 也是老掉牙的话题 我很少看到有人从玄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话题 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要说 彩礼 简直就是待见女的陷阱 是火坑 为什么呢 这得从男命的七星说起 男命的七星 就是财星 就算把十神和三观也算作七星 这俩 也是用来生财的 所以男人的财运 跟七运 几乎是一致的 一个出身普通的男人 娶了出身富贵的女人当老婆 说明这个男人的财星有亮点 也就是说 财运有亮点 他是一定会发财的 不可能一辈子 都是个普通人 比如 台湾郭台铭 出身普通 娶了富家女 然后慢慢发展成为 台湾首富 又比如 香港李嘉诚 出身普通 娶了富家女 然后慢慢发展成为 香港首富 再比如 华为 任总 出身普通 娶了富家女 然后慢慢发展成为 世界500强之一 还有 京东 刘总 出身普通 娶了富家女 然后慢慢发展成为 电商巨头 现实当中这样的例子 多如牛毛 大家上网随便一搜 就会发现 很多富一代 或者官一代的男人 他们的老婆 很多都是富二代 或者官二代 从这里 我们可以确定 男人 男人在婚恋当中 最好就是 高攀 妻族 越强旺 男人的财运 就越好 次一等的就是 门男户对 比如 宰相的儿子 如果娶不到皇帝的女儿 就应该找个官位差不多的 来结亲 再次一等的就是 娶一个 出身中产阶级的女人 当老婆 比如 他的父母是当律师的 或者当会计师 医生 或者 大学教授等等 除了以上三种情况之外 那些高门大户的男人 如果娶了穷苦人家的女儿 当老婆的话 风险就比较大 在现实当中 不但没有妻族的助力 在命理当中 也表示为 七星暗淡 财运容易走下坡的意思 所以古代的男人 大部分娶妻 都不看美丑 只看出身 而那妾 倒是没有这种顾虑 所以古代娶妻 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 而那妾就比较随便 那咱们从 《红楼梦》 和几年前热播的 知否 就可以看出来 古代的男婚女嫁 有点像 双方合伙 经营一家公司 事前不需要这么爱情 反而需要双方都有拿得出手的本钱 和家族人脉 这不只是现实利益的问题 更包含了 更包含了双方气场的结合 所带来的 家族运道的问题 以上这些都是 从高门大户的男人的角度来衡量的 如果双方都是普通平民呢 怎么办呢 那答案就是 戒装越多越好 而彩礼越少越好 这代表男方娶了女方 只赚不亏 家孕兴旺 作为女方的父母 为了要让女儿能万夫 让女婿有好运 让亲家高看自己一眼 花大钱为女儿置办一份 价值远超彩礼的戒装 从短期来看 那肯定是亏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 却是赚的 毕竟女儿嫁得好 那怎么看都是利 大于弊 所以 女儿是个赔钱货 这句话 她的内涵是很玄的 有智慧 有慈爱的父母 那肯定想让女儿嫁给一个 运到兴旺的男人 那么女方 就不但不能赚那点彩礼钱 还要赔一大笔的 嫁妆才对 所以 女儿是个赔钱货 要看什么时候赔 如果出嫁的时候赔钱 那么将来就会大赚 如果出嫁的时候 大赚了一笔彩礼 那么将来 就会大赔 广东省的经济 全国第一 不是因为广东人 最聪明 而是因为他们 财运好 与之相对应的 广东人 收彩礼 也几乎是全国最少的 这个不是巧合 越是发达的地方 那借庄 通常都比彩礼多 越是从困的地方 彩礼又通常 比借庄多 多到像卖女儿一样 所以 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这个说法 它不只是在人群之中起作用 它在地方 地域里面 也是有效的 发达的地区呢 很容易 保持兴旺 贫穷的山区 也很容易 继继续贫穷 从这些地区的彩礼 和家庄的风俗 就能看出来 但是不管你是来自城市 还是山区呀 今天你能看到我这个视频 那肯定是幸运的 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 刚好有个女儿的话 为他谈婚论嫁的时候 意思一下 收个一万几千块 当彩礼就够了 然后给他置办一份 十万八万的嫁妆 那么他就能万富 他嫁的男人 就会好运 如果你有个儿子 想找对象的话 要让他 打醒十二分精神 在动真情之前 先弄清楚对方的彩礼风俗 如果对方要求的彩礼很高 比嫁妆多很多 那还是 做永远的朋友吧 谢谢大家